世界爆发了丧失危机 这个男人见还笑得出来 理由既然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上班了 这个男人叫天道辉 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 沦为社畜 过起了996的生活 三年下来他被聚散得麻木不仁 双眼无神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全然不过 骑车而来的汽车 一日三餐全是外卖 家里的外卖盒子堆积如山 他都懒得去扔 活得简直和垃圾没有区别 直到这天 世界突然爆发丧失危机 客机高空坠落 城市各处炮火不断 丧失大军吸卷全国 人类世界彻底崩溃 然而天道辉的眼中却亮起了光 人类世界要完蛋了 以后再也不用早上打卡和加班了 天道辉过上快乐生活 逛超市 东西随便拿 反正没人管 和好友阿线 在楼顶安营扎寨 打打游戏 然后品尝各种美食 真是太幸福了 期间 天道辉认识两个漂亮妹子 月贤和贝亚 月贤外号小诸葛 遇到大事沉着冷静 总能在危机关头 想出破局之策 贝亚呢 无疑高强 胯下只肚满 手中是青龙咽月刀 一刀一个丧尸怪 他们相处得很和谐 甚至还一起泡温泉洗澡 天道辉呢 写下一百个心愿要完成 而他在家乡 遇到了黑化版的天道辉 他写下一百条黑暗的心愿 具体不就来讲讲 OK 全国爆发丧失危机后 天道辉带上三个小伙伴 从城市逃回了村子里 村子位于大山深处 通往外界的路径有两条 第一条是后山上的一座吊桥 第二条是作为交通主干线的隧道 当下 村民拿沙带和铲车封住隧道 附近的数百只丧尸 都困在里面 至于吊桥 因为修建在悬崖掘壁上 丧尸根本走不过来 所以非常安全 村民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天道辉呢 在村子里认识了三个妹子 他们也是从城市里逃出来的 三人中正好有个理发师 天道辉很惊喜 请他给自己理了个张辩 顺利完成了第五个心愿 输一头张辩 大家坐下聊天 天道辉知道了另外两个妹子的身份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化妆师 老师伤感表示 人类只有在经历大灾大难后 才会明白生命的可贵之处 我们既然幸存活了下来 就应当铭记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更好地活下去 既是为自己 也是为遇难的亲人或朋友 天道辉夸赞老师 不愧是教育工作者 聊聊术语 就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为你点赞 老村长的家里 月贤跪在灶台前 拿竹筒吹气给灶台烧火 村民让他停下歇歇 可月贤呢 却很享受这个过程 不用任何电力 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给大家煮饭 这就是劳动的快乐 突然 有双手袭向了月贤 就见老村长猛地抱住月贤 月贤吓得娃娃大叫 村民啊 一刻拉走老村长 村民让月贤别害怕 老村长是把月贤看成了已故的老伴 别看老村长好像神志不轻 年轻时 可是十里巴乡最强的猎人 就在这时 银居割伤了手 过来找神志祥止血 月贤呢 让他把手举高于心脏 然后压住臂膀上的动脉 这样不用神志也能止血 邻居试着坐雷一下 果然成功止血了 邻居极其欢喜 立马告诉全村月贤会看病 一时间 村民纷纷来找月贤看病 什么腰酸背痛 什么头昏脑胀 甚至还有不孕不育 总之是各种疑难杂症 月贤啊 不禁有点受宠若惊 他只是对医学感兴趣 所以多看了点医学方面的书 没想到真能派上用场 阿县在村头发现各份坑 这味道 熏得阿县头晕眼花 赶忙捂住鼻子 然而这在村民看来 可是宝贵的天然肥料 村民开玩笑 听说低进粪坑就能出人头地 阿县你要不要试试 阿县呢 听了这话差点吐出来 这时 阿县发现远处有个小女孩在撸狗 神情非常落寞 村民解释 小女孩也是从城市里逃出来的 亲人都不在了 身边只剩一只小狗陪伴 阿县决定帮小女孩走出阴霾 她走过去表演街球 自称是一名优秀的搞笑艺人 绝活是光屁屁连任100颗球 球会高速运动成一条线挡住屁屁 只要小女孩笑一下 阿县就表演绝活 然而小女孩呢 怀疑阿县是个变态 对自己不怀好意 阿县微笑着 又给小女孩讲起了笑话 成功逗笑了小女孩 阿县也很开心 自己可是挽救了小女孩的人生 阿县伸出手 希望能和小女孩成为好朋友 小女孩啊 伸出小手抓住了阿县的大手 封闭的心终于打开 贝亚在小河边发现了水车 村民介绍 水车能供应村里日常所需的电力 此外 村外还围了一圈电栅栏 也是水车供电 可以抵御森林里的丧失动物 电量不高 不会伤害到人 电路开关就在旁边 贝亚赞叹村民太聪明了 把小小的村子 打造成了一个室外桃园 完全自给自足 晚上 天道会和老爸喝酒聊天 天道会呢 忽然发现老爸的手臂很细 白头发也增多不少 结实的后背也勾勞了 看来老爸真的老了 天道会很愧疚 从小到大 从没做过一件让父母骄傲的事情 参加工作后 从未给父母买过什么礼物 平时更是很少和父母打电话 父母的牵挂 自己却一度看成是唠叨 想到这里 天道会呢 深感自己是个不孝子 余生定要好好报答父母 于是 天道会告诉老爸 他决定今后留在村子里 陪伴在父母身边 弥补过去犯下的所有错 但老爸呢 却怒斥天道会没出息 男人应该怀抱着伟大的梦想活着 果且在村子里能做什么 老爸猛然站起 我从小就一直想当个太空人 可惜我的梦想没能实现 老爸大笑起来 天道会啊 感觉老爸有点可爱 这么大年纪了 还保留着小孩子的纯真 老爸教导天道会 人的一生非常短暂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地方 应当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去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 天道会笑了 决定就按老爸说的 重新踏上人生路 勇敢地去追逐梦想 天道会实现了第三十一个心愿 回老家和父母一起共度时光 第二天 天道会在农田干活 路边走来一个人 乱糟糟的发型 鼻万物的眼神 嘴里还叨着一支烟 阿线啊 顿时认出这个人是大学同学 名叫日木 天道会仔细一想 大学期间 确实在路上偶遇过日木 当时 天道会邀请日木一块去吃午饭 但日木呢 慌得往后退了一步 掉头就跑掉了 天道会不明白日木为啥跑 不过从那以后 天道会再也没见过日木了 此刻 阿线热情地向日木打招呼 想不到能在这里重逢 真是太幸运了 日木也认出了天道会和阿线 奇怪的是 日木先是一惊 随后便扭头就走 没理会天道会和阿线 两人对日木的反应很困惑 笑有重逢 不应该很激动吗 日木啊 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对天道会恨的是咬牙切齿 大学期间 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每天都是独来独往 可天道会呢 身边总围绕着一圈好友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 日木嫉妒天道会的同时 也生发出对天道会的憎恨 日木吐掉烟 拿脚狠狠踩灭 发誓要毁灭天道会的一切 当晚 日木让眼镜妹 拿电锯破坏掉电路开关 将电量提升到最大 再让胖虎偷到铲车的钥匙 日木带上三个小弟来到隧道外 拿钥匙启动铲车 挪开铲车后 隧道里的数百只丧尸 一马推翻沙袋扑了出来 胖虎开上铲车 将日木和队友放铁铲里 防止被丧尸咬 他们引诱所有丧尸攻击村子 日木也有一本心愿清单 成为僵尸前想做的一百件事 和天道会不同的是 天道会想做一百件 有一亿的好事情 而日木呢 却想着做一百件 伤天害理的恶事情 日木的第三十七个心愿 把社会破坏的乱七八糟 第三十八个心愿 把讨厌的家伙变成僵尸 天道会手当其冲成为目标 此刻在村子里 村民正在跳舞唱歌 完全没察觉日木造反了 一个村民要去叙叙 抬头一看 就见村头火光冲天 数百只丧尸更是扑进了村子 村民啊 吓得疯狂四处逃窜 村子顿石轮成了一锅粥 天道会有点不知所措 老爸让他赶紧去找同伴 护送村民撤离村子 老爸则去保护老妈撤离 两人立刻分头行动 月嫌呢 正在引导村民往房里躲 突然有丧尸追过来 距离只有半米 月嫌吓得紧闭眼睛 然而丧尸忽然没了动静 月嫌睁眼一看 丧尸竟然被村民拿锄头KO了 月嫌放松下来 村民好亮的 然而日暮又掏出了雷管 拿烟点着后 疯狂炸村民的房子 一心想让村民无处可躲 就这么被丧尸吃掉 阿贤抱着小女孩疯狂逃命 然而三只丧尸穷追不舍 人丑就要追上 关键时刻 贝亚骑着刺兔赶来 挥刀斩灭丧尸 救下了阿贤和小女孩 大家聚集到村后面 月嫌提议破坏刀垫栏 让村民去到桥那里 阿贤立马动手拆垫栏 反正电量不高 结果手一碰 被电人是灵魂出窍 大家这才知道 电路开关被破坏了 电量没法调低 月嫌抄起木棍 一棍子就轮飞阿贤 阿贤又捡回了一条命 就在此时 日暮带着上司大军 找到了天道辉 大家都明白了 上司就是日暮放出来的 日暮呢 说出了讨厌天道辉的原因 并展示了心愿清单 自称和天道辉一样 也是在末世里 尽情享受快乐 天道辉驳斥 我和你不一样 我会尊重别人 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享受快乐 而你却是为了一己私欲 破坏大家的安宁 你这个大败类 随后 天道辉在心愿清单上 写下新的心愿 孝敬父母 天道辉让大家分头行动 贝亚去破坏水车 月嫌和阿贤去疏散村民 天道辉去救父母 之后在吊桥上集合 日暮呢 让眼镜妹去阻拦贝亚 胖虎和平头哥 则去逼出躲在家里的村民 天道辉和日暮 哪一方能获胜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是 将是百分百第八期 本期问题 如果现实世界爆发丧尸危机 大家觉得什么地方最安全 每人想一个八岛评论区 伯乐觉得海岛上不错 丧尸根本过不来 我们可以在海岛上种庄稼 海水过滤成饮用水 吃喝问题都解决了 还能利用海浪发电 不过丧尸呢 要是会游泳就麻烦了 好了 本期那种交着了 这是伯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公众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